ODIA JUNGLE 在和平时期,弹药的储量巨大,品种众多,流通范围广,如何在保证弹药安全的前提下,提高弹药运输效能,是该领域中研究的重点。 军火专列作为运输弹药的重要方式,其安全等级也是相当高,毕竟满载弹药的列车一旦出现问题,后果难以预料。 然而,对于俄国人来说,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,军火库大爆炸还时常发生,更别提军火专列出事故了。 早在上市季末,俄国乌比扬诺夫斯克郊外,就安身过一起奇怪的军火专列爆炸事故,据俄罗斯导报此前刊登的文章,文中根据最新资料,重新分析了此次事故。 当时这趟军火专列拉着27节车厢,其中有26节都装载着弹药,剩余一节为押送车厢,搭载着60名俄军官兵执行护卫任务,算下来这趟军火专列,满载着1500吨各式弹药启程,俄国人也是胆大,干一次运输上千吨的弹药。 然而,当列车行驶到位于乌里扬诺夫斯克郊外的一处隧道时,意外发生了,军火专列竟然在7K的隧道内突然爆炸,顿时火光照亮了整个隧道,狭小的空间成倍地放大了爆炸威力,周围车厢的弹药也被引爆,几秒内整个隧道就已经坍塌下来,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环境,重幸存,剧烈的爆炸还在继续,足足把隧道半边的山都炸塌, 至于事故原因,一直都是众说纷纭,因为事故过程中没有人员幸存,所以只能靠着挖掘埋在山下的物证研究,经过仔细调查,认定最初的爆炸发生在第十节车厢内,至于为什么会爆炸,就无法得出进一步结论了。 有部分人认为,是第十节车厢装载的弹药有质量问题,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引爆,为什么会在隧道内,可能纯属巧合,还有人推测是弹药随意摆放,导致这起事故发生。 然而,更多的人认为,此事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,是有人故意为之,这可能是西方破坏,也可能是俄南部的武装人员干的。 但无论如何,事故已经发生,教训深刻,俄国高层也一直没个定论,但其认为最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,冷战结束后,昔日庞大的国家不复存在,只留下为战争准备的海量的武器弹药,而当时俄国经济并离崩溃,根本拿不出钱来进行维护,再加上俄军内部混乱不堪,军纪松弛,这才导致事故发生。